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齐舞章 我是法王培硕 我大盘今天拉回来 而且还破之前的 这个拉回的地点 破一点点 那昨天有跟你谈到 我说其实这边从底部上 12629它是一个12345小坡 很完整的结构 也很标准 那有2500点 那暂时告一个段落 12月1号也当天跟你提示过 好 那我说接下来它会进入一个整理 那之前三段是 我说它这种小ABC应该是一个大A坡 那一个横台式的过来 那如果是一个B坡的话 照理说应该它还会有个西坡要下来 今天就下来了 那这样的结构会比较完整 等会这样的结构比较完整 那现在重点是这个西坡 它会推到哪个地方去 我说拉回是好事 怎么拉回是好事 那总是你这个结构你要厘清 你不要在那边B坡 这边横台震荡 你拼命乱买一通买一通 然后套了屁股拉 拉回是好事 结果真的受不了以后 杀低然后开始又往上 又开始走 我们从旗坡来看 投票从旗坡来看 10月25号 建地点12652 是不是1万点的行情结束 这边拉回来十个月 九坡格局很标准 这很标准 落底以后 Apple落底了 接下来走这个大B坡 我说这至少超过一年 这大B坡至少超过一年 当然它是一个震荡整理 往上的格局 慢慢的有一个震荡 譬如说这个震荡整理 往上它有一段推完 那可能还要拉回来修正整理 完了以后再继续再推另一段 那可能继续又是整理 它走了会比较复杂 会比较复杂 可是你要记住一个重点 整个卖动结束 你不要过度去追高 那整个卖动开始拉回 注意它的买点 再重新再往上做 不要看得太好 也不要看得太坏 它是一个大区间震荡 它是一个大区间震荡 好嘞 譬如说如果说 它这个西坡杀得很快很急 那是好事 因为你不要担心说 它又来破底怎么样 那都不会 都不会 你拉回来越深 只是提供越好的买点而已 好那现在这个西坡 看怎么杀下来 好正常啦 好来你看 这是长线的结构 那好大壁坡开始走 那之前那个九坡格局长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第九坡 整个九坡结束 就第九坡你一定要先结束嘛 本身的卖动 一五四六一下来 这个第九坡到一二六二 当下其实有五小坡 很完整啦 只是说它没有越过本身的轨道 越过的话更确定 十一月一号就越过 本身这个第九坡的轨道 再加上这个第九坡里面 第五坡九十五坡的轨道 这个很漂亮 这一过的话 我们就主张怎么样 从底部开始 往上做一个推升上来 一路推到十二月一号 一五一一九 对不对 这十二月一号 推了一个月 从这地方 你要从一二四 一二七四五 要从一二六五二上来 都没有关系 反正这是一组卖动 你说这个地方 见底然后打底 这样开始推一个一 都一样 反正这边就是一个 第一个卖动 然后整理 然后第三个卖动 然后整理第四 第五个卖动 十二一号当天 站上一万五 特别跟你提示再提示 然后分析再分析 我说当天 站上一万五 肯定很多老师说 哇这个不买不行 我说很多人 这一段被嘎空手 因为它涨得又快又急 站上一万五的不得了了 不做怎么行 拼命买 我说一定会短套 一定会短套 因为它刚好在第五小坡 然后整个结构 然后也涨了2500点上来 也反弹 然后刚好又占到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整数关卡 一般那种一出去的话 常常大概就开始 暂时见高点 就开始进入整理了 有没有 它就进入整理了嘛 而且我说这个整理的时间 会拉很久 因为你看这个次级波的整理 第四波就这么久了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整理整理 要马上攻击也很难 它整理的时间不够 应该还是要持续整理 那我说整理是好事 个股表现 个股表现 好 那你看它怎么整理 头部这十二一号 见高点以后开始拉回来 第一次拉回来到 回测次级事长 这很标准 一四四一三 这边一四四三一 这一二三四五坡 第一次首度拉回来 回测次级事长 肯定什么 先反弹 那反弹以后开始震荡 有没有 那一路的震荡震荡 这首次拉回来次级事长 一定是买点 短线买点 它会震荡 这个地方 因为它先三段式的小ABC下来 然后你震荡 结果震荡了 它这个时间尤其到昨天 你自己去算它的天数 这种小时间你给它算 它几根 然后这边 这是15分钟线 你看算小时间它几根 几根几根几根 差不多了 其实这一段的时间 跟这一段已经差不多 从建高点小ABC下来 然后这边 结果这个恒台拉过去的话 它还没有把我攻上去 左边就特别给你提到 这个小ABC应该它是一个大A波 那这个恒台会是一个大B波 所以变成说 应该还有一个C波下来会 比较完整 有没有 这次昨天特别可以 因为昨天算那个天数 你自己是算那个天数了 特别我们从最高点 这15152算 123456 第六天见低点 然后12345 如果在低点再算一次 123456 昨天也是第六 今天刚好就下来 这时间就差不多 就这一段的时间 这一段从1519见高点 整理下来的这个时间 回测次以上的时间 跟这个拉恒台整理的时间 到昨天是一模一样 所以大概要表态了 我说那这个 因为它还一直 没办法一直往上走的话 就它是一个恒台的B波 你就要小心有个C波下来 我说那B波是大的B 这个小ABC是一个大的A 有没有 来 我把它画就像这样 来 这16 有没有 这见高点1519到14413 回测次以上 这是我说它三段式的 它应该是一个大A波 那这个恒台一路整理过去的话 到最高点是14750 昨天的高点应该是一个大B波 那我说这样的结构 应该还有一个C波 下来会比较完整 有没有 所以它昨天今天就下来了 哇 它下来是推了一段 然后先 因为这一段就蛮大的段 直接一路下来 下来是300多点 一跳跳下来 这个C波现在走第一段 C波会走几段 是不是这一段就完就结束了 那这个你要如何去判别 好不好 这个你要如何判别 这个其实我们先讲 这个现在这个C波 应该有机会增在这里 那当然有没有C波就这样 一点就结束了 有可能 来 我们看把它看成这个 来 小时线这一段 有没有 这边是12652开 反正最一定也12652 这边一段两段三段 然后整理四段 144再上来 第五段 这会叫次第四上去 15119 好 那它三段的是一个小ABC 它是一个大A波 因为它一直拉横台过去 所以我们把它定调是一个B波 有没有 它这个结构走出来 你可以去定调它的波形 因为它每一个波形的 那个架构有它的一个特性在 有它相辅相成的特性在 了解意思吗 好 那这个比如说 它应该少一个C波下来 今天就下来 那今天下来就来14411 破一点点 破两点 那这个C波这样可不可以结束 当然可以结束 C波会走五小段也有可能 所以现在关键 下礼拜的关键重点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这个C波下来 老师这C波现在目前跌 就一波到底跌一段下来就结束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就是没有三段ABC一个A 然后一个B一个C 这整理就结束了 就等于针对这个整理结束 那整理结束以后又要开始往上攻了 我还是认为往上攻的机会还是不高 可是它如果说持续整理的话 变成说这个ABC又是另外一个整理 然后再另外一个整理ABC 又回撤高 变成在这个区间整理的机会是比较高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 好 假如今天这一波到底见低点 那它上去是不是要攻击 我认为应该可能性也不高 又持续在这个地方 又来回区间震荡 可是这里是相对下缘 相对下缘 所以当然你要注意买点 要注意买点 就算它没攻击 它再上来这里 我说这个区间有700点 有700点 持续在那边震荡没有关系 那这个西坡 就是这个西坡 现在是目前一段 那如果推了五小段 当然是最完整 当然是最完整 西坡开始撒下 推了一个五小段 那是最漂亮 那个低点就几乎是怎么样 互之欲出 那现在总有这个西坡要走几段 有时候它一波到底就结束了 就比如说ABC就结束 就像这样 ABC就结束了 然后开始 咱们又开始震荡 这个地方如何判别 它这个西坡 我发现你这种会推下来的 推下西坡会走五段的结构 你注意听 这是一个判别的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它如果会推五段下来 它这个第二小坡的整理 它时间不会很久 也就是说 譬如下礼拜一 它因为它已经 今天一个低点下来 已经盘中有整理了 做一个小A小B 如果一个小达 直接撒下来的话破底 那当然就是会 有机会就开始 西坡推另一段下去了 对不对 那这个都还是在 都是西坡的结构 那如果说它下礼拜一二 然后还在那边横台整理整理 西坡就是一波到底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低点 了解意思吗 那这个低点 接下来要往上走还是怎么样 不管是往上走推另外一段 还是说它持续震荡 一样那里就是相对下缘 就要权力布局多担 其子的部分 个股当然差异很大 那么个股随时位阶都不同 不是大盘涨 你个股买就会赚钱 不会 或是大盘下拉下来 你个股买就会赔钱 也不会 个股表现差异大 我一直想要这个地方 你根本就操作个股的人 不要去管大盘 当然有时候 大盘会影响很多个股间 譬如说很多个股间有小拉回 可是你要注意它的结构 没有改变 它小拉回一点点的不要理它 了解意思吗 结构有出现变化 当然你要做调节换骨的一个动作 如果没有的话 它整个架构没变 你当初买它的理由也没变 你暂时就不要管它 这旗子的操作跟个股操作是 这个地方是完全两回事 好 两回事 那当然如果说这个西坡最完整 是它推了五小段下来 现在只有一段 现在只有一段 如果能够走个一二三四五坡 那当然是完整架构 完整架构闭着眼睛 五坡完了以后就开始往上做 那没有问题 那就是有时候它西坡就 一跳下来就是一坡到底 就结束了嘛 结束这个地方 我最后教你判别说 你注意看它有没有拉恒台 过去一两天 有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架构 我们都讲在前面 同会的分析都是有所本的 不是那边马后炮的 分析都不是那边马后炮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分析未来 分析未来 分析未来有助于你的操作 那我们也会拟定一些操作策略 接下来的磐石架构 我们怎么来应对进退 怎么来应对进退 好 这期权的部分 都会有兴趣的理念的 来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好了 那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那个股的话 近期我有挑一些它 初生段刚形成的 有没有 像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8091的祥明 它这个类似一个初生段刚形成 我现在这个看的没有很长线 就是比较中线的 能够抓一个波段来做就不错了 今天一个波段 像我们之前招作很多个股东 那一个波段一个波段都不得了 比如说你说1795美食 这个波段下来不得了 从170涨到270 这100块钱的获利 不得了 对不对 6245的利段 这一个波段从这里上来不得了 这边有一个1 2 3 4 5坡 我看到这个初生段 然后开始往上做3跟5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幅度都很大 70到112也都 那个都超过50% 都超过5% 3 4 5 4的金位 有没有 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都很漂亮 这个是比较属于是 是说很长线嘛 没有 很中 其实这个还算是中短线 中短线才做够了 这有多久啊 一个月而已嘛 一个月 这真正在做这十几天而已啊 然后这边整理 这整理两三个礼拜 我们有没有做 没有嘛 23号再买进 又是这 又是这几天而已啊 虽然说一个多月 可是其实稍作的是 这一段跟这一段而已 这边整理我们也懂得避开 那这个是比较中短线的 这样够了 其实这样 整个 你的 那个报酬率其实相当的高了 其实相当的高了 对不对 你抓一个小波段 一个小波段 中短线的够了 所以你看 我现在中短线这个 我看到这个有一个初中段 然后这个拉回 所以这种东西 第三多开始推的话 你出去 你不要过度去追高 你拉回你站在买方 拉回你站在买方的话 都有钱赚啦 今天大盘 今天12比22 大盘中做了200多点嘛 对不对 他也就涨到93.3 祥明也涨了2%多 严厉是涨2%多 那大盘下跌跟这个股票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说它是一个初生段 好你说 我就说就算比较差 初生段走完 你这个拉回你站买方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他会往上走 有没有这个地方 他也涨了几天 那今天还是创反弹的新高 一样 8091的祥明嘛 对不对 今天还是创反弹的新高 好 联合是昨天跟你谈的 这也有一个初生段 一样 同时这也有一个初生段 那你这个地方整理完 这个山应该正在推 那因为它整理时间很短 这个一拉回你站买方以后 他有机会这个山 随时一路往上推嘛 有没有 4129的联合嘛 所以你利用拉回来 昨天拉回到47.5 拉回到47.5 你懂得上车 今天大盘又中错了 他还是到50.3 也涨了3%多 也是涨了3%多 有没有 4129的联合 所以这种架构 这个跟大盘有没有关系 这相对强 我说这种你看 他昨天一个黑K棒拉回来 你赶快上车 他今天拉出去 很有可能下礼拜开始 你去推 这个都还在祖神关里面 都还在祖神关里面 他没有像这种整理那么久 如果说这个地方 他整理那么久 那你就注意说 那没关系 第三波可能走完了 走完又怎么样 走完他整理一个第四波 还一个第五波要过高 那你就懂得怎么来应对进退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开始直接 马上下礼拜又直接开始过高 今天已经过高了 那持续过高 那这个第三波怎么样 还正在运行当中吗 了解意思吗 所以你这样去操作 其实胜算是相对高了 那你大盘今天重挫 重挫 那跟我们个股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今天联合还涨到50.3嘛 涨了3%多 涨了3%多 好 那你再来看这档股票 4746台药 今天还攻涨停 头发今天还攻涨停 那你来看 头发这个结构 4746台药 今天当然是墙中墙 墙中墙 好 那这个架构来的 不能看 这个结构就我常讲的 来你看 它这个有一个小推动 从这个地方 它推了一个小的 1 2 3 4 5波 这很标准 头发这很标准 1 2 3 4 5波 这等于是一个小 类似有一个1 也是一个初中段 那是括号的1 这个是圈圈的1 这比较次一级的 这个是比较大一级的 比较终极数的 我们现在差不多 大概超出这个终极数的够 可以赚很多 这个终极数 小的1 2 3 4 5波 结束以后 它做一个简单的 A B C拉回来 A B C拉回来 594就来回撤次一级的 这是我常讲的 回撤次一级的买点 你看到什么叫做 次级四浪 次级 次一级嘛 次一级嘛 你看我这个级数 是不是挂一个 括号的3 这括号的2 这括号的1嘛 这括号的1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小细微波 圈圈的1 2 3 4 5 表示这个圈圈的1 2 3 4 5 是比这个括号的 还次一级 比较小级数 这比较中级数嘛 比较大一点点嘛 对不对 括号的1啊 那这里面有小圈圈 1 2 3 4 5波 它是一个脉动 1 2 3 4 5波是一个脉动 是括号的1嘛 对不对 那这个ABC回来是括号的2嘛 这ABC回来是针对这个 这一个脉动1做整理的2嘛 那现在应该就是3喔 所以这个是组成段的结构 小组成段 中级数的组成段结构 那我说常常叫回测 次级四浪 差不多次级 次级这边 这圈圈是次一级 对不对 括号是比较大一级嘛 圈圈是次一级 次级四浪在哪 在在这里 这里 这里叫做回测什么 次级四浪的埋点 我一天到晚常常讲 如果你如果没有上过我技术分析的 有上过的都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东西 如果没上过的 我们刚好顺便教学 有简单的道理 回测次级四浪的埋点 前面那一级更小一级的 因为我们现在主张是这一级 这一级比较大的1 2 3 现在是在走第3 次一级在这里 次一级的次级四浪区 这很标准的 有没有 从这里拉回来 测试原来开始有往上拉 所以这应该很有机会 它是一个攻击 第三波的攻击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跟大盘下跌也没影响 也没有影响 也没有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说个股表现差异大 个股表现差异大 来 这是4746的台亚 好 那精锐 等会儿来 10月26号我们买它精锐 我说这边1 2 3 4 第5波往上推过高 好 那第5波就从116走 我们那时候买119 这10月26号买的 大盘25号建低点 我们这个买得很漂亮 买完冲到197 197 我说它197 这第5波推出去 116.5到197 对不对 它这12345波暂时要整理一下 结果整理整理 整理了十几天到23号 它从这边 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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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时线 我发现它也是顶多到吃一吃 这种结构就很有机会说 第5波怎么样 出现扩檐 扩檐 第5波是这 这个第5波里面的 这12345波是可能5至1 这边在这里 然后这另外一段推出去 所以我这个地方又买23号 又买它多少 又买它170 特别是170 不啰嗦很快马上拉到234 到234是涨怎样 234创高 拉回来 昨天那天14号到207 我说这档股票还有细 我第一次买在这边 119然后到这边出掉 ABC回来 23号又买它170 170又很快涨到234 我说这种股票 照理说这个这样走完了没有 东看西看 左看右看 它就还没走完 还没走完 还没走完怎么样 这拉回来我们还是要加码 有没有 那这一笔单当然还在续报当中 这一笔单已经出厂了嘛 这是冯高出厂整理以后再买的嘛 170再买 这一笔其实已经还赚很多了 你170到现在已经赚60几块了 到234 60几块了 对不对 已经赚60几块 这一次也是 所以我说这个你看 我们这两次赚的几乎超过80% 将近100% 有没有 那金位我说它还有细 还有细 你看 这边拉回来那天到1207 昨天昨天 昨天又冲到234 又平行高 又平行高 有没有 又平行高 三四五四的金位 那很简单的道理 昨天创造高拉回来 一样它这个地方还要整理 那整理有没有关系 这边一段 我说第五波从这里开始 那边一二三四五波 这边一段 116.5 上来1971 整理我170又买 又跑到234 现在目前最高234 可是它出现一个很难的整理 那这个结构的话 就算这个1 然后2 你这个3 4 你还有一个5 所以我说这个股票还有细 重点在这个地方 重点在这个地方 三四五四的金位 三四五四的金位 这结构都在我们的掌握中 那你这样就很清楚说 现在目前结构长这样 它上升轨道 整个这一波的麦动 轨道有没有跌破 没有啊 很漂亮 还是漂亮 同时结构还是漂亮的 三四五四的金位 那凭什么那么强 后面的营运动能 同时后面的营运动能 support它结构 往右上方 持续应该有机会 持续运行当中 三四五四的金位 好 来 中理 那中理之前 17号我们就做过一次 因为它一二三四五小坡 也已经落底了 然后呢 拉回来我们再买方 买方它上去 上去我们有懂得卖一次 五三八八的中理 那个这个五坡在这里 从1071它一二三四五坡 那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买一次它有上去 不高 我们出来 它又压回来 压回来我们一样再买它 因为 这一个小A一个小B 拉回来还是要往上走 五三八八的中理 它的后面营运动能 都没有问题啊 而且又持续的一直往上再创高 五三八八的中理 那你说它今天 老师它今天拉回来 拉回来又怎么样呢 它结构有没有变 完全没有改变 差不多完全没有改变 这个结构完全没有改变 它最主要是这个主架构没变 那你这个就是一个小A 这个B在那边震荡 你就准备一个西坡上去就对了嘛 好 这五三八八的中理 不是说今天大盘 哇 这都拉回来中错 然后你 你检视手中的持股 像我们检视我们会员 手中的任何持股 有的是它获利续报 你就把它继续报没有问题 继续报 有的说像说 本来赚比较多 剩下赚比较少 一样 它的结构没有变 没有变就报 有这个意思吗 有新的好股票 它的结构出现漂亮的 就在切入 就这么简单 轻松应对 轻松应对 哇 今天杀下来一大早 很多老师是 拼拼在那边杀杀杀杀杀 这个就是没有计划在操作 同时我说你要的 不是那些民主的解盘师 你要的是操盘手 这个盘师你要去判别 我说就算比较坏 它有个稀坡准备要杀下来 可是个股表现差异就大了 你这个稀坡就让它走五段 很多个股今天是反应一下 下礼拜就不会再跌了 了解什么 所以个股表现差异相当的大 你要懂得会选股 操作才是重点 这个卖动 操作才是重点 来 时间不太够了 中银这两天也相对强了 好 都一样 时间不够了 来 我说你的股票 头部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头部我们之前抓了好多笔 都大波段的 有没有 好多大波段 这我不太赘述了 我说你没有办法在实战中 赚大波段 你分析那边总金产金 个金什么基本分析技术 那个通通是废话 讲个头头是道 没有用 你要在实战中带会员赚大波段 这才是重点 才是重点 所以我说阴性之间改变人生 如果你股票不对 这个卖动你要懂得换股操作 观念的不对 你要换什么 而我什么都不会的 你跟着老师做的 没有关系 发现人不对 要赶快懂得换老师 这个是你马上可以做到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头顾黄老师 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积选底部转强 扑断齐章鼓 搭配独树一格 强势主流鼓 实物操作有所本 进退有据不夸事 引领名 在鬼绝多变的古海中 稳健前行 要参加头顾 先问过黄老师 真心照顾专线 明儿27810909 27810909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古市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 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古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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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达同步 真心照顾 当国民法官 开庭得跟公司请假 但是我还在试用期 怎么办啊 不用担心啦 按规定你担任国民法官 老板应该给你工匠 而且不得秋后算账 好久只这样规定 按啦 胡适 你给我 喂 外香 外香 欢迎到节目下来 我说这个磐式 如果你看不懂的跟上脚步来 因为目前这种架构 整个长中短线细微波的脉动 大概都还在我们的掌握中 都还在掌握中 这个有目共睹 欢迎您跟上脚步来 这个地方有钱赚 因为这个可以维持很久很久 可以操作很久很久 那我说你需要的 不是那些鸣嘴解盘师 能够看到未来的一楼操盘手 这才是你要的 一念之间改变人生 如果你的股票不对 你要利用这段震荡的时候 要赶快换股操作 如果不会的跟上来 观念不对你要懂得换 这什么都不会的 你跟着老师做的没有关系 如果你觉得不如预期 要懂得赶快换老师 这个是你马上可以做到的事情 祝大家周末愉快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儿看到哪儿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 扫描QRCO订阅台股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运达投股黄老师 进化波浪更胜波浪 期选底部转强 拖断齐章股 搭配独树一格 强势主流股 实物操作有所本 进退有据不夸事 引领您在 鬼绝多变的股海中 稳健前行 要参加投股 先问过黄老师 真心照顾专线 明儿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股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